五月份的时候 有开始做太阳灵验转运武法 不到一个月 居然收到我们的总部的一份邮件 他当时就是说合并失败了 这种情况真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在超脑的世界 真的是无奇不有 大家晚上好 我是清若 清若的公司其实在2020年 当时在过年的时候 有收到邮件说 我们公司被另外一家公司全球合并 那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是心里面一下子咯咯一下 因为清若之前的就是前几家公司 也是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遭遇 一旦合并以后 就会面临着一个人事变动 那其实清若在上一家公司 就是同样的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也是被迫跳槽离开 当时也是非常的弱迫 所以说在2020年的时候得到这个消息 也是心里面在想 为什么同样的剧情又发生了一遍 但是当时也是参加了导师的共修 和导师又说 让我们面对任何经营 不变应万变 所以清若也是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但是当时公司其实是人心慌慌的 很多同事都已经开始找下一家公司了 所以说当时我们整个部门整个公司 大家都已经没有心思在上班 都在人心慌慌的在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缓慢 一直在缓慢的合并 那清若记得很清楚 当时到了去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 有说6月份证实会有一个合并的结果 所以说清若当时都一直在等待这一个转折点 去年5月份的时候 有开始做太阳灵验转运法 那当时做的时候 我就感觉每天做好以后 不管是做心法还是自身的一个能量场 真的是很强很强的一个能量 那清若当时在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过程中 不到一个月 居然收到我们的总部的一份邮件 他当时就是说这个合并 因为两家公司合并 受到美国那边的一个反垄断法律 所以当时就是合并失败了 这种情况真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内心当时是觉得 这个就是在超纳的世界真的是无其不由 很多事情都是去灵命之中天地的安排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而且更加神奇的是 我们公司其实是被收购的 但是因为这个反垄断法律 我们合并失败以后 对方公司还要赔给我们公司 十亿美金一个赔偿费用 所以我们公司在没有做任何作为的情况下 没有一笔额外的一个赔偿金 所以说当时公司的同事都好开心 也在没过多久的时间里面 老板就找自己谈话 当时本来是以为是一个业绩的一个谈话 结果老板就是给了自己一张信封 说这个是因为合并的原因 没有合并成功 但是我们公司会给每一位同事 是一笔额外的半年的一个年终奖金 所以说这个也是做了太阳灵验转运法以后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宇宙天地的礼物 也非常地改善 其实做了太阳灵验转运法以后 自己真的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礼物 也感觉自己的人缘有变好 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感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